今集我帶大家去遊堂看一個新盤的風水 它的名字叫朗宇 它總共有兩座,提供大約634個單位 而且整個是木伊山而建,背靠這個魔鬼山 究竟風水上有什麼特別呢? 今集我想集中分析一下朗宇這兩座樓的座向線道 以及在單位上的理器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至於外國亂頭,留下一次再跟大家去分析 大家看看這幅規劃圖,就可以見到 朗宇整個屋苑的設計是以V字形排列 以回旋處一邊作為它的名堂 我以羅間實地去量度 加上發展商網上提供的單位平面圖合併來分析 得出了接下來的資料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我要特別講下 今次的第一座所採取的座向線道 是屬於風水學上堅盤的線道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去量度 才可以得出它的準確的度數資料 我拿了第一座 7-12,15-23,25-33,35-38樓的平面圖來做例子 整體上,樓層的單位總共有三個主要朝向 分別是以佐東北偏東向西南偏西 達當中包括了B,C,F,G,H單位 另外以佐西南偏西向東北偏東的B,E,J,K,L室 最後還有A單位 它是採取了佐西北偏北,向東南偏南為主 正如剛才所講 由於屬於堅盤的線道 所以如果當了它是正向的線道來分析的話 例如佐東向西 又或者佐西向東的話 這樣便容易全門出錯 到時可能會報錯風水局 以第一座,佐東北偏東 向西南偏西的B,C,F,G,H單位 在線道上來講,只是一般 不算是旺材的線道 反而單位裏面比較多的方位 在理氣上相對較為旺人員運勢 加上這些單位正向的一邊 外局景觀上不算有太大的遮擋 所以算是開揚 採光也應該不算是太大問題 對於刺激人員運勢都應該有幫助 另外以佐西南偏西 向東北偏東的D,E,J,K,L單位 在線道上相對較為旺人丁運勢 人丁運勢包括了人丁繁衍 又或者人際關係方面 不過有一個缺點 就是正向這邊的山體斜坡 帶有些煞氣在這裏 所以造成了少少扣分效果 建議到時入伙之後 最好做一個擋殺和平衡的布局會好些 最後採取佐西北偏北 向東南偏南為主的A單位 在線道上來說也不算是當王 在這三個朝向線道來說 它只是排第三 接下來我們又分析第二座 我拿了第二座 7至12 15至23 25至33 35至38樓的平面圖來做例子 整體上 這些樓層單位總共有兩個主要朝向 分別是以佐政筆向正南的A B E F G 單位 和以佐政筆向正北的C D H J 單位 比起第一座來說 第二座明顯是採取了風水學上正向的線道 以佐政筆向正南的A B E F G 單位來說 在線道上相對較為有利官陸運 亦即是事業運 尤其是對於做管理階層 又或者從事紀律部隊的人士 都是比較好些 不過和第一座向東北一邊的單位一樣 外國聯頭上都有一個缺點 就是正向的山體不得翠綠 而且都有這些亂石的情況 所以同樣都是屬於帶有殺氣的聯頭 這一點也造成了扣分的情況 最後要說的是以佐政筆向正北的C D H J 單位 在線道上來說 他們相對較為旺財 而且正向納著高超道斜路一邊的水路 對於吹財運亦較為有利 不過人丁運勢方面相對較弱 朗宇可能是受到地段發展所限 所以兩座樓採取了在風水學不同的立向方法 包括了堅盤的線道和正向的線道 在這種情況下 里氣就會出現比較大的分別 相對來說 我認為第二座所立的線道 得出的風水效應相對較好 大礙於外國的聯頭 也就是山聯不得翠綠 而且也帶有亂石這種殺氣 加上大廈本身也和山聯比較近 所以將來入伙之後 我認為都是需要透過佈局 去做平衡和化殺會好些 總結來說 我會給他一個中等的分數 我拍香港風水盆的節目 數數手指都已經11年了 拍過的屋苑風水有幾百個 就來2023年了 我會繼續帶大家看完 18區的新舊樓盆風水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按這個小鈴鐺 記得可以追蹤我們的IG 謝謝大家